日前,奔驰官博转发的一则杨丽视频遭网友围攻,如今对于这一次事件,杨丽工作室发声明回应道,杨丽与该汽车品牌无任何商业合作,亦无任何车品类代言,而对于宣传的视频,是杨丽参加某时尚媒体活动的宣传物量,而该汽车品牌是活动赞助商,所以转发物量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然后又说到对于那些恶意诽谤和侮辱行为,将采取措施,维护合法权益,梅塞德斯奔驰官方账号分享的视频,是知名脱口秀女演员,杨丽在万众瞩目的闪光灯下,迈步乘坐奔驰汽车,舒舒服服躺在宽敞的后排享受轻松。 随后杨丽代言奔驰的消息一度闹得沸沸扬扬,评论区被各路网友围攻攻陷,不少男性网友更是自发抵制购买奔驰,口气更是义愤填膺, 而女性群体则为其进行声援,如今杨丽工作室正式发出声明,可以看出杨丽团队态度强硬。